在我旁边这个展柜中陈列的是一件西夏时期的建筑构建 琉璃齿吻出土于宁夏银川西夏陵区 这件齿吻通体琉璃通高152厘米 齿吻是龙王的九子之一 常言到龙生九子各司其职 齿吻的习性是好望远 所以人们根据它的习性 把它放置在大型建筑的屋顶正极两端 让它站得更高望得更远 这件齿吻造型独特是龙头鱼尾的造型 瘦口大张 獠牙外露 形象非常威猛 身上还紧密排列着圆形的鳞甲片 鱼鳍是双叉人字形 瘦口大张是寓意它能吞噬大火 鱼尾则起到灭火的作用 这件齿吻形体硕大 由此也可以推测出 它所在的宫殿一定是非常宏大的 这件琉璃齿吻是西夏建筑构建中的一件真品 也是我们宁夏博物馆的一件国家一级文物 我们宁夏博物馆呢 同时还推出了多种多样的 持吻系列文创产品 有萌萌的持吻系列的雪糕 以及非常精美的书签 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从文物到文创产品 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以更加鲜活的形象 走进公众视野 走进人们的生活 让人们在味蕾的穿越和书香中 体验到千年的文化韵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